懂了?小知识大事件! 生态系统 地球上科学家目前已发现的生物约有200万种 这些生物并不是杂乱无章都分布的 而是互相联系,组成生物群落 依靠地球表层的空气、水以及土壤中的营养物质 得以生存和发展 生物群落在一定的区域内相互依存 同时与各自的生存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形成一个动态系统 这就是生态系统 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有大有小 小如一片草地、一个池塘、大如整个森林、草原等 都可视为一个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互相联系的 如果人类活动干预系统的某一部分 整个系统就会进行自动调节以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 但人类不合理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 干预程度超过了生态系统本身的调节能力时 生态系统就会失衡 因此我们应该保护生态环境 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